兄弟们,羽毛球集训营培训盘点它来了 现在大家半号小本顿准备听 第一个是阳城大神集训营 一天是1.6千米 期间是9.4千米 然后折合下来包住宿和不包住宿 基本上都是大概1千米一天 然后就大概是这个价格 不包住宿和包住宿相差也不大 每天训练时间为早上的9点到11点50 下午的3点到5点半 然后晚上的5点半到7点有力量训练 不包饮食 然后包住宿 熊国宝羽毛球训练的居地的话呢 是9900米一个月 然后三个月级以上培训费用是9折 然后每天的训练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 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 然后每日有6个小时的训练时间 一点在南昌乐度体育中心 第三个就是刘慧教练集训营 包食宿 7天是7.6千米 训练6个小时 两周一期 然后下面是聪聪教练的一个严心羽毛球学院 一天6个小时 早上9点到12点 下午3点到6点 不包食宿 半个月6600米 一个月12000米 然后总教练时度匆匆 第五点 安徽搜语集训营 每周期就是一个月9000米 然后 就是超过一个月可以按天300米一天 然后继续增加 然后包食宿 第六个就是成龙集训营 7天12000米 在北京包食宿 但是有成龙作为成龙和他的队友做教练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他们是被动挑选 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最后一个就是李宇轩的集训营了 呃 存在了 短暂的存在了几天 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三天7000米 呃 应该是这里面最贵的一家 然后 呃 一共7家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